有路出没要请小心了 彰化县田中镇三角路一带 最近经常有民众直击 有水路就在清晨下山来找食物吃 由于日前曾经发生过野路闯进民宅 还有民众开车经过时 突然有野路窜出来差点发生车祸 现在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 县府公务处紧急在路边设置了警告标示 提醒用路人经过时放慢车速 民众开车行经田中镇三角路一带 路旁新增了几面告示牌 不是注意落实而是大大的水路图案 写着野路出没小心慢行 附近居民说野路的体型约1.5公尺高 比小牛还要大 前一阵子曾闯入民宅 甚至目击野路突然跳过马路 差点就撞上行进了车辆 人路都下了一大跳 其实田中镇内怎么会有野路 居民说几年前在内湾一带曾有养路场 水路趁机逃跑后在外定区繁衍 成了野生水路 只要大雨来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山脚路一带活动 不止田中彰化是139县 二水乡152县 几乎整个八国山脉 从北到南都有野路的活动主机 野路家族日渐庞大 就怕发生意外 县府公务处特立在路旁设置警告标志 提醒民众注意 接待人毛张话 撑不倒